中央广播电台 跟Now News今日新闻 共同制播的节目 每周六更新一集 在Apple、SongOn、Spotify、Google 还有YouTube平台播出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也欢迎到节目的专属信箱 跟我们互动交流 这一集让我们来聊聊 到东南亚旅游跟团 要怎么样避免踩雷 疫情过后 很多人像是被关得太久的小鸟 需要出去透透气 国外旅游相当的盛行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日本 很多朋友到日本玩 会觉得周围有好多的台湾人 没有错 你的感觉是对的 因为根据观光署的统计资料显示 台湾人2023年出国旅游的国家 排名第一名的就是日本 第二中国 第三韩国 第四名是越南 第五名泰国 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东南亚国家中 最受台湾人喜爱的是越南 而不是讨论度更高的泰国 越南在疫情之前其实就已经受到国际观光客的青睐 不少台湾人在规划出国旅游的时候 也会把越南纳入考量 包括像是大家熟悉的越南经济重镇胡志明市 首都河内 还有这几年崛起的县港 都是越南很受欢迎的旅游城市 为什么越南这么受到游客的喜爱呢 最重要就是主打高CP值的度假放松之旅 再加上他们今年推出了电子签证 加开了直航航班 也让台湾游客到越南的需求提升 很多人到越南旅游后也非常的满意 在口耳相传之下 让身边的朋友对越南也越来越感到兴趣 不过呢 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个越南旅游的负面新闻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知道 就是有将近300名的台湾游客 去越南的富国岛旅行 因为旅行社跟当地的地街社 有了资金的纠纷 导致这些游客被丢包 甚至没有地方可以住 想要吃饭还要自己付钱 最后是台湾政府出面协调 其他的业者协助 这些倒霉的游客才可以继续行程 顺利回到台湾 虽然回到家了 但是大过年开开心心的出游 却碰到这种事情 其实真的是很扫兴啊 在越南旅游蓬勃发展之际 游客要怎么样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 张大眼睛保护好自己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资深的旅游记者 蔡文君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文君 哈喽大家好 我跟文君已经认识很久 文君很少在台湾 他到那时候 世界各国跑来跑去的 所以我非常的幸运 就是可以邀到他来跟他分享 这一次那富国岛的旅游的事情 没有没有 就刚刚好近期去了两次 对 所以对富国岛稍稍的有一些了解 然后因为刚好这一次年代旅游事情 其实我也有参与其中采访 所以大概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意见 文君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旅行社跟地阶社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一般人其实不了解 那他们之间有资金纠纷 为什么会影响到游客 其实旅行社跟地阶社的关系 有点像是一个大家共好的感觉 就是地阶社他会去帮旅行社 去安排在当地的 比如说交通 比如说大家要搭的接驳车啊 然后导游啊 然后甚至是你的住宿 你的用餐 然后甚至你景点购票这一些 他们是一个互相帮忙的角色 那有的时候呢 地阶社会帮助旅行社去规划行程 那或者是说 旅行社他会把他规划好的行程 直接提供给地阶社 那让地阶社来去做安排 对 他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模式 可以去进行的 所以算是一个共好合作伙伴 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甚至影响到旅客 其实以这次年代来讲好了 其实就是款项的部分有争议 大家可能透过新闻上也可以发现说 有一些旅行社好像他们都是透过月节 周节 甚至什么三个月节一次的款项 就是因为信赖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旅行社可能是说 我这一团结束 那我就帮你把这一个团的款项跟你结清 那有些人可能他会是协相说 我可能这一起比如说这一个月的有出的团 我都交给你帮我负责 那这一笔的费用 就是等你帮我都带完了以后 我再来跟你结 也是有一些业者有跟我说 他们可能会直接先提供一笔 比如说一百万好了 有点像是零用金的概念 或者是可能必要性支出的概念 先给地结社 之后如果是多退少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纠纷 其实我觉得在于年当地的人 对年代旅游的商欲没有办法信任 所以变成说地结社他就跳出来说 接下来我不要带了 对我现在就是你们必须游客 你要再多付我多少钱 那我才愿意继续帮你们的行程 旅客其实对他们来讲 很惨 他其实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因为我什么钱都付了 那结果因为你们之间的金钱纠纷 所以影响到我 那我可以问是不是因为年代旅游 他其实已经拖欠款项很多次 所以才会有这种争议 其实应该是说 透过跟一些业者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有讲 其实在过年之前 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传闻 那甚至连乒乓协会的理事长 他其实在受访的时候也有讲说 的确在过年之前已经有陆续听到的这些传闻 就是关于财务上问题 但不太可能因为说 我听到了一些传闻 我就去介入说 我不去让你接团出团这些 一定要有一个实质的证据 他才有办法去做到 比如说他现在勒令停业了 这些实际的行动 那对于旅客来说 的确有些旅客会觉得说 哈那我怎么会知道 这间旅行车到底有没有财务困难 所以我会建议的是 大家出去真的还是找一些 比较大牌的旅行社 会比较有 相对来讲会比较有保证 比如说熊石啊 可乐啊 然后甚至做越南很专精的品贯 这些比较大的牌子 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精致 比较会有保障 但游客可能会想说 我这个团也不算是便宜的团 他们一团是一个人付四五万块 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必须要说 他们是过年出去 那再加上他们又吃包机 有一些是包机 那还有再加上他们的行程 餐食饭店 如果都真正的照着 他的那一个情况走 四五万的确是有可能的 就还不算贵就对了 我觉得以过年来讲 大概四万来说 我觉得不算太贵 还是我价值宽编长 你有钱 但其实没有错 就过年期间 本来机票啊等等 就时速也就会比较贵 对 我很好奇是说 政府难道都没有监管的机制吗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你不可能听到了一些传言 你就立刻去说 我现在来查你的账哦 我现在要来对你进行搜索 我觉得这在前期 也是有一些业者还有私下说 的确这件事情真的防不胜防 所以还是讲到刚刚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说 找一些比较大家的 大家比较听过的旅行社 因为它比较有保障嘛 在事后发生了以后 平保的确近期也有提出了一些对策 就是他们可能之后会演你 可能会把一些有问题的旅行社 在适时的时间去做一个每阶段的公布 但实施的细则 他们现在是还没有出来 就有点像是地雷名单之类的 就有点像是防雷名单 不能说是地雷 因为我觉得就算再大的旅行社 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 不管你是多老字号的旅行社 它还是都会有一些纠纷的问题发生 那先不管谁对谁错 但是如果未来平保真的会做出 这样子的防雷名单 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讲 它在购买上面 的确是会比较有一些保障 那另外一个我会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会想要减便宜 对就比如说 哇别人可能一般卖四万块 结果我只要一万八之类的 超级便宜 但有一些细节 它其实就是藏在 它跟你签的契约 或者是那些行程里面 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人是不进购物站 然后它的饭店餐食 有一些特色餐 所以它会比较好 甚至它做的可能是 一般传统航空 比如说像华航啊 星雨啊这些 有一些可能是用的是连航 对这些都会影响到团费的价格 所以大家在买行程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 你的行程 然后会不会进购物站 你使用了航空 那住宿的是几星期的 甚至你自由时间 比如说你可能还需要自理餐费的 这一些日子会不会很多 那机家酒我们当然就不讲 因为机家酒的话就 它只卖给你机家酒 其他一定都是你自己自理 对我觉得这些小技巧是 大家在签这个旅游契约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算是越南团 假设是富国道 一个五天四夜的团 它的价差有可能会差到两三万吗 价差到我觉得两万是有可能的 因为接下来其实像一个新的新闻 就是新鱼航空 对他们七月要开卖了嘛 那他们既然是精品航空 我觉得价格一定多少 会影响到未来团体行程的操作 那再加上其实富国岛 这几年越来越多顶级的饭店 或者是很厉害的旅宿品牌 其实纷纷都进驻 因为它真的岛上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一些价格去相加起来 我觉得未来会出现富国岛 比较顶级的行程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差到两万 我觉得至少两万以上 都是有可能的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像 新鱼现在要开航富国岛 然后这几年确实富国岛也很红 那我知道它因为一方面它免签嘛 整个越南它就是就只有它免签 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原因是让它很受欢迎 我觉得是它真的很好拍照吧 第一个因为它是海岛 台湾大自然也是有海岛 但如果像我去过富国岛两次 我觉得虽然它岛上的那些景点 我必须还是要说它真的蛮人工的 可是它有强烈的欧洲味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像他们有一个不叶城 它号称是越南最大的不叶城 它里面整个其实就是像威尼斯 对 然后你还可以做贡多拉 它就是整个很大 然后非常的人工 可是它把所有好拍的元素都放进去了 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 我出国我就是要拍很漂亮的照片 再来他们的饭店 因为很多都是拥有自己私人沙滩的饭店 加上又有国际品牌去进驻 甚至会找一些知名的设计师 来去整个塑造他们每一间饭店的特色 所以你要找那种学院风的也有 那你要找那种大人系比较隐私感 很简约 但是它又有很漂亮的海景也有 那甚至像洲际酒店 他们就有一个号称是当地最高的空中酒吧 它就是被称为是章鱼餐厅 为什么 因为它的酒吧里面是一个八爪章鱼的造型 所以就也很好拍 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最长的海上缆车 它大概要坐到快八公里 中间不停站的哦 它就一直让你一直坐 然后你可以一直空中跳岛看到他们 比如说海上养殖珍珠的人家 或是中间岛屿的风光啊 然后海景 所以我觉得这些加乘起来 会让大家对于说 哦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好看 就很好拍的地方 再加上离台湾又近 然后又免签 因为越南其实现在就算办电子签 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对大家来讲可能蛮麻烦的 对 而且也是一笔钱 小钱啊 但也是一笔钱 对 又直飞 台湾人又很喜欢新鲜的东西 没听过啊 看照片大家分享好像也蛮漂亮 那就去去看 那价格其实两三万 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在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觉得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是吸引游客小区的原因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新雨会开航吗 对因为现在月节先开了嘛 那之前其实也有一些转机的行程 其实都还蛮受欢迎的 现在当地最多的海外客是韩国 韩国人 对 那边看到好多欧巴 对 甚至连夜市他看到我 就用韩文跟我讲话 然后我想说我不是韩国人 但因为韩国人真的太多了 那再其实就是台湾人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新的旅游目的地 对于喜欢新鲜的台湾人来讲 又可以好好的拍照 然后你又有舒适的饭店可以住 你又有很多就是适合亲子的景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目的地非常适合亲子去 因为他有动物园 你想要亲近动物也可以 水族馆也有 爸妈想要拍美照 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在某一个地方 酒吧 看海什么的 他其实都有 沙滩上也可以踏浪 非常适合就是各年凌晨 而且他有很多度假村 其实是可以带小孩去的 对 他甚至我之前去的时候住的一间饭店 他是每一间都是独栋的 然后甚至有厨房 然后他饭店里面就有一个小型的超市 你就是可以在里面买一些吃菜 然后自己回到你住的房间里面去 所以你三五好友或者是两个家庭 这样一起去 那你可能就包一栋或两栋这样子 然后他甚至每一间的Villa里面 都有自己的泳池 那非常适合亲子 根本就不用出门了 待在里面就好了 对 然后他离机场又很建议你可能搭计程车15分钟就到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选择会吸引台湾人会愿意去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的就是旅游风波 其实还是不会影响台湾人对富国岛的印象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行销 因为你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多人都被困在那快300人 同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年的确去日本韩国人很多 那为什么越南富国岛这个一般人可能没有太常听到的目的地 居然还可以有两三百人在那边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这个地方 再加上之后媒体们啊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KOL字媒体这样不断的去分享 我觉得会慢慢的成为就是越南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所以他目前是只有月姐跟新宇即将要飞 月姐已经有飞了嘛 那再来是四月的台湾虎航 他们四月二号也会有定期的航班 然后接下来就是新宇 所以接下来直飞的选择越来越多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是你可能可以先进胡志明玩 就是你透过转机的方式 然后再到富国岛 或者是说你直接转机到富国岛 回来的时候你再进胡志明玩 就是可以玩两个城市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这也是有业者的操作 那甚至像也有业者跟我分享 是你如果搭越南航空的话 他们是唯一就是你转机的话 你不用再另外申请签证的 哦真的吗 就是你不进去胡志明 可是你是经过胡志明转机 其他航空我目前碰到是都还是要有签证 但是越南航空就我所知目前不对 所以他们的特权就对 因为是国家的航空公司 对那这个对大家来讲说 哎我还是省了一笔啊 那我转一下OK 因为其实时间大概多个两三个小时 对 其实你到了富国岛的时候 大概下午两三点 那你刚好可以准备check in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一个沙滩看日落 就也还是很棒 你这样形容大家都想去 那还蛮推荐的 但如果你是比较偏好历史人文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透过直飞 也是用转机的话 我会建议你可以再进胡志明 看一下就是那些历史人文的东西 有一些二战时期 越战时期的场景可以看 因为富国岛的大部分的 真的还是蛮后天形成的 除了他们的海滩 跟日落非常的漂亮之外 其实大部分真的还蛮 直白一点就是蛮人工的 其实就是学澳门那一套 把一些漂亮景点都搬到某个地方去 对但是他又跟他的天然海景那些结合的非常好 然后他也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 甚至我在一个海景的餐厅吃饭 他旁边还会有活舞表演 好酷哦 而且那个活舞很酷 他不是只有圆圆的这样让你看 他的活舞的表演者还会直接到你旁边 把那个甩棍直接绕着你的头 吓死人了 对可是他会很注意的不会就是烧到你 然后所以每个人虽然很惊恐 但又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一个旅途中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 超酷的 像这样的餐厅价格大概多少 它算是单点质的 所以我觉得当地消费并不算贵 如果你很多人去 人均我觉得五百到一千 那很OK 对 然后他又是一个很适合 比方说你可以很多人 比如16 18或20个人 几个家庭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去烦恼那些交通住宿 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社 去说我们现在这么多人 那你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团 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出游的好方法 对而且因为大家出去一定都是认识的嘛 有些人其实现在疫情之后 有些不太想跟不认识的人组成一团 那如果你人说你自己可以救到这么多 其实对旅行社来讲 那他也是OK的 你也不用烦恼说行程啊 住宿交通 旅行社的话他也会帮你去用好 就以越南为例好了 是自助旅行好还是跟团好 我觉得要看来我没有办法说 一定是自助好或者是跟团好 因为会有这些出现 比如说甚至会有旅行社的出现 一定是有某一些的需求 我们先从跟团来说好了 有机重人 我会觉得你就跟团 第一个是你可能西家带卷 现在很多亲子客 他们其实不是只有带小孩 他们可能爸妈 带老人家 对然后越公婆越母 然后甚至你的亲戚 舅舅舅妈什么全部一起带 人多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很难去照顾到每一个人 这种时候 其实跟团非常方便 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 你不需要去担心你的交通 你的住宿 你的行程 这些都已经有专人事前帮你打点好了 而且你在签旅游七月付钱之前 你一定也都看过行程 这个行程是大家都OK的 你也不用担心语言不通 因为当地一定会有导游 领队也会随行去协助你一些疑难杂症 所以有这样子问题的人 我觉得非常适合去跟团 再来是如果你很担心的是语言问题 如果你不会越南文 然后你会很担心 啊到当地被骗啊 或是什么的 其实你跟团也很OK 因为比较少的自由时间 当然还是会有 比如说让你自己去一些景点逛 基本的英文能力 我想台湾人应该大部分都有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很多一些景点的介绍 可能他们还是喜欢会用越南文 他们不一定会有其他的语言 所以这时候 由领队导游来去解说 就会让你更充分了解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需求的人 你很害怕说 啊我语言不同 我不知道吃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点餐 这些鱼都很适合去跟团 自由行 像我其实也是偏好自由行的人 因为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有些人不喜欢 跟不认识的人一起跟团 然后你想要保持你行程中 更大的一些自由性 我今天就是想要在饭店睡到中午啊 然后我不想赶行程 就不想要那么早起 跟团都好早起 对 我就是不想拉车 我就是想说 哦我中午去找一个餐厅吃饭 下午喝杯咖啡 或者是我整天待在 一间很好的顶级饭店里面 这种你喜欢自由程度大的人 你就很适合自由行 自由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比方说安全上 但不管去哪个国家 我觉得甚至日本好了 因为其实像日本之前也有人发生 就是什么他钱包被偷的问题 不管去哪个国家 的确你在安全上 或是财务上的保管 你可能都会碰到一些问题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风险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从行前开始 就自己去规划你想去的地方 然后甚至你可以从做功课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找我要怎么搭卧铺列车啊 或者是我要怎么利用他们的大众交通工程去搭车 亲近当地人的生活 这一些都是自由行 它的自由程度会比较高 你喜欢冒险的人 我觉得自由行吧 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的话 我分享一下我这一次过年的经验 就是我自己是喜欢自由行的人 但是因为这一次过年有带妈妈 然后跟妹妹一家 家里也有小孩 所以我的安排的方法就是 我熟悉的地方 比如像曼谷 那我们就自由行 可是去到泰北 我就找了一个我认识的导游 请他安排司机 还有行程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安排 就这也算是一个 以后蛮多人会选择的方式 因为其实现在有那种旅游店上啊 比如说像KK Day或K路 这些它其实都有卖那种一日游 或二日游的行程 或甚至你可以选择包车 你就去付钱 就像你刚刚的规划 我可能现在这个地方曼谷 反正大家都很熟 我就自由行 可是我可能现在飞到边境 比如说雷浮好了 那那种地方可能交通 真的非常不方便的时候 我一定势必需要有车 那如果有导游又更好 这种时候你可能就去参加 他们的一日游或是包车 那有一些甚至现在更进步 还会有中文导游随行 对对 我们请的就是中文导游 其实一切都很方便 对那他就可以帮你处理 所有事 而且你们又小团 所以机动性也很强 通常自己包车的话 导游其实也是看你想去哪 他就带你去哪 你只要事前跟他提出说 我今天的愿望清单 可能是一二三四 那他可能会给一些建议 或者说 其实我觉得哪里更好 这种的话 我觉得也是疫情之后 另外一个旅游趋势 而且我要说的是 我第一次体验到 就是带那么多家人一起出国 其实是蛮累的 即便说曼谷 我觉得很熟了 那我们第一天去的就是 大皇宫啊 郑王庙 卧佛是这种很巴热的行程 对 但是我都觉得我快累死了 对因为你可能要 要安排很多事情 对你可能说 要随时注意说 老人家有没有跟上啊 然后小朋友 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你可能随时又要说 要离开了 长辈赶快先记得上个厕所 没错 而且光是厕所 有时候要找好久 对就是因为长辈 真的很需要上厕所 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也不太能走路 我想说再坐个地铁也还好 但是有时候地铁的占据有点远的时候 对 光是走个15分钟 我妈妈可能就一直包园一直包园 她就坐在路边说 我再也不要跟你们出来玩了 这样 而且搭地铁有可能还不一定有位置 没错 就还要占 对 真的完全被你说中了 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很适合跟团 对 或者是包车 但因为曼谷的赛车情况真的蛮严重的 所以搭地铁其实真的空铁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这就真的没有办法 对我第一次玩的有压有压 我说这个地方我来过这么多遍我非常有把握 我没有想到 他们在空铁上面站一整路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脸都很臭的看着我 所以我就心里就好强的压力 天哪 就想说早知道包车 对 就包车也没有多少钱 然后他可能舒服 反正塞车也没关系 我就在车上睡觉啊 对啊 他们就睡觉滑手机就这样子而已啊 他可能也没有太在乎说 我一定要一天去五六七八个点 反正大点有去到就好 我也会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是带长辈出门 那你真的还是很想自由行的话 包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然后再来是行程的安排 我觉得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就够了 对就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然后你顶多再准备个一到两个备案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哎这个行程不如长辈预期 长辈不如我觉得不如预期 他可能会想要提早结束的时候 他想哎我还有时间 那不然我们要不要再去什么地方啊 记得大家排行程的时候 如果带长辈 一定要把当地基本款的景点排进去 因为我听说蛮多长辈好像会互相说 哎我有去这里哦 我有去哪里 啊你怎么没去 对就是巴勒行程一定要排 对对对对 不然长辈们会不开心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早上一个下午一个的行程 我真的是体验很深 那个时候我不是说我排大皇宫 镇王庙 卧佛斯 然后晚上坐那个游船 然后去吃晚餐 很棒啊 对想说这个行程 因为它的景点都很近 没有那天我们只去了大皇宫 之后妈妈就说我走不动 然后小朋友也说我们不想走了 所以后来我们去一间咖啡馆 然后去阿康西安里面喝咖啡 然后就等着坐船 就像你说就是两个行程 然后了不起晚餐 然后有吃饱吃好干净 然后长辈们都有上到厕所 他们就很开心了 然后住宿也是舒服方便的 对没错 节目最后我要请你跟我们推荐一下 因为我们就回到越南 推荐一下越南的行程或景点 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去那边玩个四天三夜的话 越南哪一个城市 湖志明或河内 河内的话其实我近期去印象最深刻 虽然是夏龙湾 但是它现在有非常多的河伦体验 而且它近年越来越多艘的新船 我上一次去夏龙湾的时候 我是搭他们一艘最新的河伦 我就在上面坐两天一夜 它一样什么都包 房间它是也是模仿古式的 但很舒服非常大 然后还有自己的阳台 所以你慢慢开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很近距离的看到 夏龙湾的那些巨型的岩石 就在你的旁边那他们也一样都会有行程 就是带你去最大的中午石洞啊 或者是你可以在中午石洞旁边小岛的沙滩上 就躺在那边晒太阳也没有问题 你在船上面住一晚之余 你还有龙虾可以吃 虽然夏龙湾真的是 河内这边算是已经比较基本款的景点 但是因为河伦的方式 它真的是可以漫游 然后又可以让你更近距离的去到一些景点 或者是细看一些就是沿途的风景 所以我很推荐 那我个问题 如果说我什么东西都不带 我就去坐河伦 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 可是你总是要带换洗衣物 是没错啊 你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带 你还是得要带换洗衣物 就上面有吃有喝有玩吗 玩其实倒是没有 因为它并不像所谓大型的游轮那样 它有很多的游乐设施 但因为它其实通常它早上到下午 它都会有行程 所以你走完 中午时动走完了以后回去 你大概就不会想要再玩 就贪了 对可能就只想要待在房间吹冷气 或泡个澡啊 然后船你要选择 尽量选择是比较新的那种船 因为它可能上面的甲板啊 风景也都很漂亮 可以尽情的拍照 我觉得拍照这件事 好像对台湾人还蛮重要的 非常重要 大家都要拍完美照 就是阿公阿嬷也要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船 非常的适合 像我那时候准备去搭船的时候 并不是直接走上船 它们是有一个接驳小艇 你要一直搭到外海去 然后它们会在一个地方等着你 服务员会站一整排 然后打鼓 然后欢迎你 真决不凡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欢迎仪式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要做河门 但是你还是想要去下龙湾的话 它们其实也有那种半天 或者是一天突而的船 但船也许就不会到这么好的话 就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 来体验一下所谓的河伦旅游 河内这个景点我还蛮推荐的 市区的话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找一间很好的饭店 然后就待在里面 最近有一些 Mercure的饭店 它有在河内开幕 那其实它就有一些 无边级泳池啊 然后它饭店里面的硬体设施也都非常的舒适 下午后可能就是 Check in了以后就待在里面 然后好好地吃个晚餐 然后再步行到附近 看到有没有佛啊 可以吃 然后或是去游个泳 然后或是在空中酒吧 小酌一下啊 看夜景 然后我今天就结束 我现在出去度假还蛮喜欢这样的形式 对对对 胡志明 我近期有参加一个 它是搭巴士 台北其实也有 就是那种露天双层巴士 它很有趣的是 它会带你去各个基本款的景点 比如说槟城市场 不会让你下去 中央邮局 然后割局院 然后它会到它的河上跨过一个墙 然后再绕一圈慢慢回到胡志明 在中央邮局那个地方 它会让你下车大概10到15分钟 你就可以直接去邮局去看 我去的时候发现里面超多外国人 都会在那边排队 买明信片跟邮票 然后在那边写 我也买过 就是在那边很认真的写 然后再寄出 其实它现在已经有点 类似结合旅客服务中心的功能 你还可以在那边订一些行程 或是订一些其他的游乐设施的票券 近距离的去看它的历史建筑的一些细节 然后感受它的整个氛围 那槟城市场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你最后买一些伴手里的地方 蛮多的 不管是团体行程 或是自由行的行程 大家都会去那边 你可以去买那些 你很喜欢的咖啡啊 或者是坚果啊 之类的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边 就是体验杀架的乐趣 杀架直接先对半砍 然后再看一看按计算机 没错 然后通常他们都会OK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天啊 这个价差也太多了 好 今天谢谢文君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旅游相关的经验 谢谢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是佳妮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